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老楼 谢谢大家关注和点击 这个树的做法现在就正式开始 咱们按盆景的一个自然型盆景的一个要求 来对这个树进行一个改造 这个树的动感 还是那种从这先右后左往回先右后左 这种感觉就来了 它就整棵树是它有一种张力 往外的一个张力 确实要来下来 下来以后叫它盘根错节 一般情况下这个树不超过三分之二的锯 锯口它都能够愈合的 好 不错 没事这个菩提树 我曾经做过一棵菩提树 就是连着一点点皮 都没问题 这个树的萌发力极强 尽量把上面留下的部分 不要再撕裂的太多了 稍微平整的 这样容易愈合 对 一口到这儿 这儿还得再来 哎呀 把小老汉给勒得 嘿嘿嘿嘿 这俩口差不多 啊 这个口锯的平 嗯 这个手水平高 对啊 这样不影响了 不影响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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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这个 这个看它弄动 还弄不动 还是有一点 还是有一点 嗯 别别别别把上面弄断啊 弄断 这个就对它消化 是吧 再来一点咱 基本上然后再排高一点 就好吧 嗯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着呢 你现在现在思路怎么走 现在我还是打算把这个 也得去掉 对 去掉以后呢 那上面可能会少个片 这还有个少个片 好好好 不错不错 把这个多菌磷啊 喷一点 然后把那个山口愈合去涂上 在这 把这个包上 嗯 对对对 这地方要堆堆土 堆堆泥 不够 大大的啊 嗯 山口愈合去涂上 一或直接拿 胶带纸之类的包上 是谁的 啊 这个根出来以后 效果还是要有这么一个 要有这么一节呢 这是 温州的 盆景大师啊 咱们一块在这做 在玩呢 能往根就往根走点 这个地方关节太大 嗯 把这一根啊 嗯 这一根 先杀掉啊 因为咱刚才看了 好 这那条情况就不一样了 哎 哎 矮下来了 现在你能讲出来 对 就斜着 就斜着顺着舒适着 顺着舒适去 顺着舒适去 它这个机条交叉在这 这使这个整个那个 往上扭动那个动感啊 不明显 你看这个枝条往这 这个枝条往这 它每一个空隙之间 它有枝条有分明的有空隙 就是这个意思 啊 你可以稍微留 就在这个袜这就可以了 这这这这这 对对对 对对对 这边 再切点 再切一点 好看 嗯 嗯 嗯 通常情况下 简直呢 就是 像那个一个 要把枝片的方向性要留好 再一个像 内塘枝 重叠枝 呃 包括平行枝 这东西都要枢减一下 否则这个盆景最后 出来枝条是很乱的啊 那那 整个现在这个 整个大树呢 大树形的整个这个枝条呢 已经比较 枢朗了啊 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高啊 回头把那上面那一部分 再往下枢减一下啊 现在的每一个枝片 你想都能够接受到很好的光线 都能够长得很好 不会再 重重叠叠的再 再挤在一块了 而且整个树的树形呢 大致有一个什么呢 就有一个张力 有个扭曲度 而且很舒朗 每一个枝条 不会说是互相交叉在一块 重叠在一块 打架在一块 啊 但是呢 目前这个树中 比起刚才那时候 少了那么一点点古朴 那同时 在删减的同时 最后还要养 养出来一些枝条 啊 它就会越来越古朴 而且像现在这结疤回头 还可以再做一些处理啊 做一些处理 比方 像这个地方的不协调性 通过一些做一些处理呢 让它那个 留下一些个撕烂它 一些树皮 变得协调起来 这个大致的形状 剪出来以后呢 把那枝条 还是要留下点 现在先不管了 当中秋后的时候 再认真的把那些小枝条 剪得合适一点 啊 谢谢那个谁啊 也谢谢小丁 助手啊 黑流 还有刚才那个盆景佳 在一块在研究这个啊 都感谢一下啊 这个事做完了 大家应该感到高兴吧 应该鼓鼓掌吧 应该啊 是不是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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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紧艺术 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 交流 共同成长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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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